今年来这诈骗手法是层出不穷 而为了传递正确的防诈骗观念 桃园巴德警分局邀请银法族一起玩诈骗防卫队的桌游 游戏呢结合有时事还有角色扮演情节 让长辈们了解诈骗手法 也加深长辈对于诈骗手法的警觉心 为了预防诈骗案件的发生 巴德分局与国泰企业来到广德社区发展协会 向长辈宣导反诈骗的观念 除了介绍实际案例外 还利用诈骗防卫队桌游赖加深长辈的印象 提高警觉心及时做出应对 就是因为现在的诈骗形态一直非常的推陈出行 其实很多东西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可能我们都不太知道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诈骗的一个手法 所以我们其实借由这个活动能够让 我们接触到的民众能够更了解诈骗的手法 防卫队桌游改编时事 以角色扮演的方式 让长辈自然而然进入诈骗手法的情境 例如收到讯息要你提领现金到指定地点 就要小心可能诈骗 游戏中用事件卡呈现诈骗话术 手法参与游戏的长辈们必须同心协力 不让主角受骗从中学到不少防诈知识 对了 有时候说说叔叔我是什么人 然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不出来 这个就知道了 因为我孙子的好几个的话 三四个老名都知道 所以没办法被骗 协会透过桌游预教娱乐的方式 增进社区长者之间的交流 当面对诈骗手法的时候 有足够的警觉心避免上当受骗 希望能够通过桌游能够让他们认知上 能够非常的了解 时时刻刻的防诈骗 自己的财产家庭的财产才不会损失掉 那这老人家常常会接到一些诈骗的电话 往往不知所措 所以广州社区发展协会利用这次的活动 希望能够加深加广我们的长辈们 对防诈骗的一些尝试 不同于过去防诈骗活动 通常是单方面宣导 诈骗防卫队周游 让长辈们边玩边学习 不只帮长辈们更小心应对诈骗手法 也能帮助亲朋好友降低受骗几率